總觀天下妙事 橫貫古今奇聞 歡迎來到古時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下方訂閱和小鈴鐺 創作不易 感謝大家的支持 在小說《隋唐演義》中 秦琼和玉池宮武藝相當 並列為第十三條好漢 在歷史上 秦琼和玉池宮也是旗鼓相當的勇將 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相比玉池宮 秦琼在唐朝的地位相對要差一點 首先 在林燕閣二十四功臣中 玉池宮排名第七 而秦琼僅排最後一位 玉池宮食封一千三百户 而秦琼整整比他少了六百户 同樣功勋卓著 同樣參與了決定李世民命運的玄武門之變 為何秦琼比玉池宮差了那麼多 1971年 隨着一个墓碑的出土 这个千古之謎得到了解答 1971年 考古學者出於保護文物的考慮 對玉池宮的墳墓進行了發掘 這位爵士勇將的墓志明重建天日 經過勘查 此墓志明大約有兩千兩百一十八字 內容甚為豐富 在解讀這些文字之前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玉池宮和秦琼的歷史 秦琼曾是瓦岡山舊將 是李密的部署 李密被擊敗後 秦琼被迫歸降於王世充 由於看不起王世充的為人 秦琼在陣前投靠唐朝 成為李世民的親信干將 在出唐朱猛將中 秦琼的武藝可堪稱第一 在陣前 若對方出現萬夫不擋的勇將 李世民便會派秦琼 單槍匹馬前去迎敵 結果每次都能殺敵於萬軍之中 其吳勇能和三國的官章相比 公元619年 李世民率秦琼等人 與賊率宋金剛交戰 當時玉池宮還是宋金剛之部將 在戰鬥中 玉池宮表現出夢奔之勇 他身先士卒 大敗唐軍 俘獲唐俭 愚君等將領 李世民見玉池宮 汗勇無雙 便派秦琼前去與玉池宮交锋 在戰鬥中 秦琼立挫玉池宮 斬首兩仙余籍 立下了大功 之後 玉池宮屢次被李世民击溃 最終心甘情願地投靠唐朝 與秦琼一起 成為秦王李世民的近衛 在戰鬥中 玉池宮永冠三軍 多次立下大功 連飛將善雄信也敗在了他的手下 因此 李世民讚叹玉池宮 我使用弓箭 轻使用长矛 即使一萬人也擋不住我們 由此可見 秦琼和玉池宮都是能征冠戰 功勋卓著的猛將 但相比于玉池宮 秦琼的武艺似乎略高一筹 资历也比玉池宮要老一些 如果論功行賞 秦琼理应在玉池宮之上 例如李渊为了表彰秦琼的功勞 曾经说 你抛弃妻子来投靠我 立下如此大功 我肉都可以给你吃 别说什么金银 奴婢了 然而秦琼和玉池宮的地位 却在玄武门之变中得到了逆转 和玉池宮不一样 秦琼的墓并没有得到发掘 但是他父亲秦爱 慈悲是秦琼得侍后利的 所以有秦琼的事迹 而自秦怀道 孙子秦义的墓之名 均得到出土 在三篇碑文中 都提到秦琼从贫二兄 也就是说 秦琼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祝李世民夺得皇位 但玉池宮的墓之名表示 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 要比秦琼的从贫二兄要大很多 碑文中写道 武德九年二月 二兄建成元吉福孤 虽天道祸淫 该仗君玉池宮之利也 从这短短十多字 可以看出 玉池宮在玄武门之变中 立下的功勋 绝不是秦琼能比的 甚至达到 仗君之利的地步 根据史书记载 在玄武门之变当天 李世民首先一箭射死了李建成 其后 李世民在追逐 李元吉的过程中 不慎落马 李元吉见此机会 立即用弓 勒住李世民的脖子 试图将世民杀死 就在此时 玉池宮拍马赶到 赶走了李元吉 此后 玉池宮且持且设 最终将李元吉杀死 并割取了他的人头 拯救李世民 加上亲手杀死李元吉 一下子便将玉池宮 推上了玄武门守宫之臣的地位 之后 玉池宮更是浑身披挂 提着李元吉的人头 杀气腾腾地向唐高祖李渊逼宫 设于玉池宮的凶残 李渊被迫向李世民拱手投降 玄武门之变后 原本只是一届斗将的玉池宮 得到了极高的封赏 不仅高居林燕阁第七位 而且货丰1300户 位居功臣之前列 而原本压他一头的秦琼 最终也因为在玄武门立功有限 屈居末位 因此有唐使专家感慨 秦琼武功盖世 却因为少杀一个李元吉 就比玉池宮的地位低那么多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实这一千多年来 大家都把这位名将的名字叫错了 因为玉池宮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所以就会有关于玉池宮的民间传说 根据民间传说描述 玉池宮脸很黑 跟炭一样 并且善用铁鞭 根据西游记这部小说中写的 玉池宮因为和秦琼一起保护唐太宗李世民 免受龙王鬼魂的打扰 成为两位道教传统的门神 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在自己家门牌上 看到的那两位门神 也因为玉池宮小时候是一个铁匠 所以被后来的铁匠 供奉为职业的守护神 在很多唐代小说以及评书中 玉池宮被称为黑煞星转世 被称为隋唐十八节的第十三节和秦琼并列 但是为什么小编在这里说 这一千多年来 大家都将玉池宮的名字叫错了呢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1971年期间 在当时的考古学家发现了玉池宮的墓 并且对于玉池宮的墓进行了研究 在考古学家发现了墓穴的时候 同时也发现玉池宮的墓早在之前就被人盗过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考古事件 发现玉池宮的真名可能不是这一个 因为在玉池宮的墓制名上明确的写着 玉池 明荣 自敬德 所以玉池敬德的真正名字应该是玉池荣 那么有些人就会怀疑 这是不是玉池荣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玉池公呢 而是另外一个人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玉池敬德是在庆险三年11月25日 在自己家中去世的 在玉池敬德去世之后 李治还曾因为这件事情三天没有上朝 并且将玉池敬德封为司徒 并周都督 并且陪葬在了赵陵 根据位置来看是没有错的 这个玉池荣的墓制名上 也清楚地记载了玉池敬德的一生 所以这样看来玉池敬德的名字应该就是玉池荣 还有人会说会不会是写错了 但实际情况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在当时玉池敬德是朝廷的重要功臣 对于玉池敬德的死 皇帝是很重视的 所以对于他的穆志明的撰写也很严格 也就不会出现写错字这样的低级错误了 而且对于穆志明还会经过一遍遍的检查才可以的 对于为什么会将玉池敬德的名字叫成玉池公 有一个说法小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有人说 因为当时在唐朝时期 很多人将玉池敬德称为玉池公 之后后人就以为玉池敬德就叫玉池公 于是传着传着就变成玉池公了 但是不管玉池敬德叫什么 他都是唐朝的名将 讲到这里小编想大家对于玉池敬德的真名叫什么 有了一定的认知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